有別於過往逐條巴士路線進行重組 今次九巴會以整個地區的路線作出全面檢討 基於市區路線較為複雜 九巴會先重組新界區路線再重組市區 北區會是首個試點 正與北區區議會商討 期望在暑假能落實部分重組方案 之後就會到元朗、天水圍和大埔 九巴發現人表示 每次與地區人士商討都會遇到反對聲音 但希望居民能夠著眼全區的利益 期望做好整個巴士網絡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范國威表示 由於北區出九龍和港島區的路程遙遠 雖然有冬鐵 但內地自由行日益增加 令到車廂製壁 對居民造成不變 不贊成九巴取消長程的路線 希望九巴考慮居民的感受 我舉例 現在九巴希望想重組七十六億 整條要取消 以後全個上水都沒有任何一條巴士線 去到九龍東 他們要轉車去到粉嶺 再在粉嶺乘另外一二七七X 就出去九龍東 引起乘客和市民很大的反彈 如果要說巴士路線重組 而令到乘客現有的巴士服務水平有下降 甚至乎他們要付出時間的代價 轉乘的代價 甚至乎更昂貴的巴士收費代價 我們就不認為這是一個理想的重組方案 他建議九巴優化路線於回駕長程巴士 便利北區居民直達市區 香港寬頻電視機者鄭麗儀報道 請禮本地到... 大家有照顧